HELLO 大家好,我是露特 TUTU 你是TUTU 我是露露 今天要來開箱我們去日本東京買的TN 就是這麼一大包,然後我們就來看看我們在TN買了什麼吧 我這一次買了,就是去了兩家TN店 一家是中暮黑的,一家是在星巴克裡面的TN商品 那我們先來看哪一個呢? 從大的好了 大的好,就這個 這個裡面還有包含一點點露露的東西的樣子 我的東西很多都拆掉了 好像是耶 那我們先來給大家看一下宣傳品好了 這個就是會附贈一個小報紙 然後他都會問說你要不要 那當然就是會需要拿 之前我們是不是有討論TN的封面照是怎麼照的 對,很好笑 你有沒有解釋一下 如果說很像是他們去到一個地方 然後隨便把那個TN丟在地板上 就跟那個時裝雜誌而已 對啊,一個Vogue這樣 就不小心跌倒的時候就可以照這樣 對,不小心的畫面 然後TN的照片現在目前大部分看起來就是 去到一個地方然後丟地板照然後就可以照了 對 好,然後這個是也是一樣店家裡面的小笨笨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產品介紹 這樣 欸這超漂亮的 對啊,它是手繪 畫了這個 哇,這個拿下來拼貼多好看 你看這些以前都是 這個是他們 這個中間是之前他們的封面 也是隨便丟在地板上 好,這樣子 好啦,大概就是這樣 你這樣會被人家那個 來攻擊你說 沒有,他們是很厲害的設計師版 沒有,就很好看啊 就是設計師 沒有,還有在黃金點上面 對啊,它就是設計師的白髮 跟西班人的白髮 他就一丟剛好位置都到了 對啊,對啊 好,還有這個 這個我也覺得超帥的 這個是他的那個名片 超帥的 這個你有拿嗎? 我沒有欸 可是這像不像以前那種律師的 對,很像 然後後面就是 他們在日本的分店的資訊這樣 好,那再來先來看 就是小代代們好了 小代代我這次買的超多 因為就是換算下來真的是很便宜 然後這個是這個 咖啡系列的 咖啡感覺的 然後它也有那種咖啡豆的顏色 它帶還有質感 對啊,然後是一個小布袋這樣 它就是可以裝 所有你想要的東西 我記得魯魯有買一個 這個多少錢算下來 好像一百塊欸 真的假的 對啊,我記得好像一百塊 欸,那這樣超划算欸 對啊,然後你那時候就說買買買 對啊,我就說買買買啊 對啊,你看這個 這個也是 這個就是 這兩個啊 就是我一直猶豫不決 然後的routine到價格之後 就決定 全部都買 全部都買 所有的都買 因為就是很便宜嘛 然後又很難得去到他們的店面 欸,那你要好好留著 你不要趕它那麼發霉 會啦,會啦 這是我也有買一樣的 對,這個是have a nice trip 這個就是比較大尺寸 就可以放 一般版本的那個 笨子 然後這個真的是 袋子就是不嫌多 然後再來這個 這個也很好看 這個是 有點像是米袋啊 或是什麼 古物袋 我覺得很好看欸 欸,可是這四個 我反而喜歡那另外三個 喔,是嗎? 可是我很喜歡這個欸 真的嗎? 可是這個,這個好像材質比較偷一點 就是沒有那麼厚 這四個你喜歡哪一個? 最喜歡 這四個喔 每次我們要有類似的東西 我們都要來排個名字 喔,我看一下喔 這四個喔 對啊 這兩個因為實在是太像 所以真的選不出來 嗯... 我覺得最百搭是這個欸 要是,譬如說它限定 然後它就一個人只能買一個 就能買哪一個 蛤,一個人只能買一個喔 對,假設 就會選出你最愛的 蛤,那我可能會選這個欸 對,這就是我買的那個 是不是 可是這個很百搭欸 它就是Traveler's Factory 可是當你只能買一個 你買哪一個? 這個啦,對不起 好,那大家看一下第一名是什麼 第一名是這個 好,要是只能買一個的話 就只能買這個 我覺得,我發現這個是同一個系列 因為它也是have a nice trip 可是我覺得右邊的缺點是 它沒有很明顯 喔,你是說這個嗎? 對啊 這個就是有一種 特殊字體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復古感反而很美欸 對啊,可是你沒有那個啊 沒有那個in your face的感覺 而且這邊如果自己寫一下 自己的字體 感覺會很有感覺 看完一些蜜喔 蜜,蜜,蜜 蜜,蜜 好,總之我覺得 袋子也是蠻值得買的一個品項啊 太便宜了 對啊 好,接下來就是一些 呃,小東西 小東西 那,欸,有垃圾 小東西的話 我要怎麼給大家看 一個一個看 一個一個看 然後現在看紙膠袋好了 紙膠袋我買的是這個 這一個是就是地鐵的紙膠袋 然後上面有一些東京地鐵站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我想要買回來就是想要做一些手帳的時候用 就是可以呃,貼一下我 我們那時候去的哪一個車站 我覺得很有趣 那你開始用了嗎? 還沒 但是我手上竟然已經寫完了 所以我知道再補貼,再補貼 然後還有這一個 這個是行李吊牌 然後這個真的非常可愛 就是現場有很多類型 就是有飯店 然後 飯店鑰匙啊 鑰匙 那是旅行的那種 對對對對對 然後我跟魯魯都選了這個 因為這個是像是票券 欸,我不知道你有買一樣的 我買一樣的啊 那因為我那個買了 以後我就送給你了 對啊 那我乾脆我們不要送給你了 喔 這樣我可以用兩個 這樣我們的包可以有眼格 那是很帥 是沒錯啊 因為那時候我想要買一樣也是因為眼格 我們照出去的包就驗放的 嗯 可以啊 而且我覺得它的那個扣法很有趣 你要不要拿我包包過來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正在掛著的這個 很好看有沒有 然後它的扣環方式是很復古的 這種 這種 轉轉轉 所以基本上怎麼樣都應該不太會掉 我帶可能會掉 對對對 因為它這個是鐵絲 就是我覺得這個復古真的是很棒耶 我覺得 現在是不是大家都不做這個了 而且這個也很便宜 這也很便宜嗎 這個扣環方式 不是我說這個東西 喔這個也很便宜 好像一百多塊吧 就是扭蛋啊台灣扭蛋的價錢 然後它那麼厚耶 就是很值得買 很實在的一個東西 就其實我覺得那時候也不需要糾結 就全買就好了 好總之我們就是很喜歡 好然後這個放這邊 好然後接下來是我買了這個 這個在台灣買很貴 然後我那時候看了價格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然後一包有六個 它是可以貼在本本上 然後就是可以寫說這個是什麼本本啊 然後或是你自己的名字啊 然後貼上去 後面有附這個貼紙 然後聽說他們附的貼紙都是可以貼很老 然後這邊你也可以就是 就是利用他們已經打好的洞 就是把它縫在你的本上 就是把它縫在你的本上 所以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東西啦 然後呢我覺得它真的非常有重量 就是真材實料硬邦邦的一個 反正就是一個金屬塊就對了 只要有用的話再分享在IG上 好然後再來是這個吊牌 這個吊牌也是必買耶 超好看的我把它打開給大家看 這個是行李箱吊牌 然後這個呢是就是現場也一樣 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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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選擇 然後我這一次就是選了一個 行李箱吊牌非常可愛 然後它的用法其實是掛在本子的這個 上面的小角角 所以會有一個像掛式一樣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也是可以掛在中間本子這裡啦 掛中間比較有感覺了 對啊可是有時候你中間也有掛東西 你就想說欸還有沒有地方可以掛 這邊也可以掛 不是很多人的本子前面都掛一堆東西 對啊對啊對啊我就覺得很帥 越來越宗教意識感 很好看耶 而且他們的東西真的就是非常有份量 非常可愛給大家看它背面 它背面也是有圖的 不是平的 好OK 好 把它放這裡 這個是富士山的小吊牌 然後我雖然這一次沒有去富士山 可是就是覺得很值得把它帶回家 喔它是感覺一個舊舊的感覺 對對對對對 然後它就是黃銅嘛 然後有一台飛機飛過富士山 然後是一個就是磕進去的感覺 這樣隱隱約約這樣子 很高級耶 對啊 你會覺得這是什麼很貴重的什麼 金屬什麼的 什麼家族的那種象徵 象徵 對啊對啊很好看耶超好看耶 好就是希望之後 這掛哪咧 這個是掛在本子的中間的 因為它耳環 耳環嗎 因為太大了 它其實蠻重的 好再來是這一個 這個就是呢 我就是這一次也有請店員幫我包一個 禮物包裝袋這樣 那禮物包裝袋就是它會幫你這樣包好 然後上面會有一個小吊牌 這邊可以選一個你喜歡的小貼紙幫你貼在這裡 然後我之前去京都的時候 它有附一個皮的環 一皮的一個標籤 可是我猜應該是中木黑這家店已經沒了 所以它沒有幫我付那個皮的標籤 覺得有點小那一部 可是它是蠻美的啊 對啊很美耶 然後如果說真的是要送給別人的話 這樣子也是非常好看有沒有 這樣會多要多加錢嗎 不用不用不用多加錢 真的假的 它就是一個 禮物 一個服務這樣 對對對 所以是就是買書才可以這樣 嗯 你有買東西就可以 就可以包成這樣 對對對 當然我是因為包內業所以看起來比較大 所以如果大家包這個的話也是可以 但是它可能就會包比較小 我猜 我這次買的內業是 薑 喔好多喔 我買的是這個內業 這個是東京的風格的一個內業 然後它這個內業比較特別 它是水彩紙 然後它是給你放你的明信片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後面 內業的感覺是這樣 是不是那個 它封面那些東西我們都應該要做一下 你看就是他們已經選出來 東京就是這些東西是代表的 喔對啊 所以下面那個七茶店我們都沒有吃 對啊 然後左上角那個釣魚燒我們也沒有吃 對啊 然後那個其實我們那邊沒有吃壽司 對啊 可是我們吃了很多肉肉 所以我們就沒有做任何一個 跟這上面有關的事 有啊我們有去東京塔 好啊好 然後我們有去雷門啊 嗯 我們其實也有去復古吃茶店啊 只是我們吃了那個可麗 可麗餅 有啦那個算吧 那不是可麗餅店 喔好 然後我們 就沒了 應該有遇到趙才貓 趙才貓 欸然後我們有經過那個郵局 OK 然後其實東京還有一個限定的內業 但是我去的時候已經沒了 我覺得有點可惜 好 欸這個真的超厚的 很美它的顏色 對啊它其實很厚 然後它裡面的內業跟其他人都不太一樣 喔 就是 就是這些就是一些明信片的資訊 你可以寫在上面 就是你可以寄明信片給自己 或者是你收到明信片都可以收藏在這裡 然後呢 我看一下 欸 不對欸 它是明信片本 它是明信片本人欸 對啊 它是你要自己畫明信片 然後可以送給別人欸 可是它每一本都是明 每一張都是明信片嗎 對它是中間有一些虛線可以撕下來的 喔 然後這個它之所以是水彩紙 就是讓你畫的 喔 所以是怎樣是私下 因為我剛剛就在看它上面寫那個 嗯 它寫那個refill postcard 嗯 所以我就想說它應該不是本本 對它是 喔所以你買錯欸 沒有沒有沒有 對對我想錯了 我以為它是一個收藏明信片的本子 結果它是 明信片本人 明信片本人 所以我覺得好酷喔 然後你可以記錄一下你明信片送給誰 然後 到底怎麼用啊 日期這樣 撕下來嗎 對啊它這邊有一個虛線 這邊虛線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虛線這樣子 OK 然後你撕下來之後它就是一個明信片尺寸的東西 可是它是長方形的喔 對啊明信片就是長方形的啊 明信片是長方形嗎 明信片是長方形的啊 明信片不是長這樣啊 可是我以為明信片是寫橫的 沒有明信片可以這樣寫啊 喔OK 對啊你不一定要直的橫的啊都可以啊 然後 可是你送給別人之後你寄這個memo要幹嘛 好 我覺得很酷啦 那我在想想看要怎麼用 就給你的那個東西送出去 嗯就是把你畫的明信片送出去這樣 喔哇好酷喔 跟你想像不一樣 跟我想像不一樣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就在逛街的時候 就立刻想說它的封面很漂亮就直接拿了 然後它背面也很漂亮欸 喔對 好好看喔 好 難怪現場有那麼多庫存 因為大家也不知道什麼東西 對吧因為平常來說就是如果你不是擅長包包 當你看到某東西剩一堆沒有人買的時候 你就要先注意一下你到底是什麼 好接下來是我買了一些 2025年的新品 這些就是2025年的新品 然後先給大家看那個 這個好了這個是電版 啊它這好美 對啊這個是很漂亮 然後它每年都會有一個主題 然後這一次的主題是 Love and Trip 這樣子 然後上面有很漂亮的圖案 然後有一個鴿子 然後還有玫瑰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美 他們的那個重點就是每個東西都會閃閃 對 而且他們每次的設計就是 復古風 對很美很美 好漂亮 好 重點就是一定要有精緻會閃閃 對啊 而且它好厚喔 這個厚度 好再來是我買了這兩個 這個是文件夾這樣子 然後可以把它綁在本子裡面 好先來看小的 小的我覺得超好看的 小的是有點像是 手帳本翻開 然後裡面畫了很多旅行的回憶這樣 你說這個東西是什麼 它是一個 這個 這麼小喔 對啊 這可以幹嘛 它可以放在 手帳本裡啊 我覺得其實這個小的反而好用耶 像我的Wiz就是小小的 然後像我的 Hobonichi也是小小的 它就可以插在我的那個本子裡面 ok 好 再來是這個 這個就是一般尺寸 也是夾子 也是資料夾 也是資料夾 然後是這樣子的 就是一隻小貓咪 然後手邊有很多旅行的 要帶的東西 本子相機 印章 手帳等等 還有杯酒 沒錯 這是不是很可愛 後面是長這樣 這個是很復古的顏色 好 最後的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貼紙包 貼紙包裡面有很多東西 上面的是貼紙 然後這邊是轉印貼紙 上面是有可以轉印字母的 然後下面這個是標籤 然後這個是小小的指示的符號 符號貼紙 然後這個是圓點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插帶 就是三個小口袋這樣 你可以貼在本子裡 然後下面有使用方法 這真的是一次滿足 對啊這個是組合工 然後每年都會出這樣 好方便 然後每年我其實最想要的都是 這一張貼紙 然後其他就是附帶的這樣 哦照美 對啊這個就可以貼在你的手帳本上 非常好看 就只有一張很可惜 有時候會捨不得用 好然後再是剛剛說的這些 標籤 然後標籤它很貼心 它上面是比較大的標籤 下面是小一點的 所以你買一般尺寸的手帳 或是護照尺寸的手帳都可以用 好然後下面這個 指示小貼貼 這個也很實用 對啊我現在也是陸陸續續有在用 可是因為每年都有買這一包 所以就是用不完 呵呵 好然後這是小圓點貼紙 它可以貼在日期上面做一個標籤 因為它有點像是螢光筆的感覺 它不是整個覆蓋過去 它是一個透明的 半透明的 然後這個是不是很可愛這個 這個很復古內斂的燙金 好好看喔 這怎麼用欸 這個就是小插帶 它就是一個貼紙 然後它這邊撕開之後 它就是一個口袋 就是它這三邊就是已經貼死了 然後它上面有一個可以撕下來 你就是把東西可以放裡面 它可以貼在你的手帳本裡 好方便 嗯嗯 好然後這個是轉印貼紙 有大的小的字母 可以用 轉印貼紙 是的 然後再來我們就要講這個 Starbucks跟星巴克 星巴克跟TN聯名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棕木黑旁邊有一家星巴克 然後是超大超大的那種旗艦店 裡面有放一些TN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可是TN 這個在星巴克裡面的TN就會比較貴一點 貴? 對就會比較貴一點 然後首先我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不是買的東西好了 這個是我們去星巴克喝咖啡的時候 它給的杯墊 也是很美齁 對很美很厚欸 對很美很厚欸 然後呢 因為我覺得很好看 所以我就靜止如如用這個 就把它帶回來了 再來這個 這個是我買的一個夾子 這個夾子就是上面刻的是那個星巴克的外觀 然後把它打開給大家看好了 可是看不出來那是什麼房子其實 上面有寫 長這樣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它就是一個星巴克的房子 然後下面有寫東京的星巴克 我覺得好像什麼機場 是嗎 或是泰國的什麼廟 喔好吧 然後它是一個黃銅的 然後黃銅的這種材質的夾子 或是黃銅它的什麼所有的吊飾 只要一接觸到空氣就會有點發黑 然後我覺得那樣子很好看 但是有些人沒有辦法忍受這樣 它的用法是就是 可以夾在本子上 或是夾在那個咖啡豆的包裝上這樣子 OK 好 然後我們最近真的非常喜歡用它的夾子 就是不管是什麼夾子啊 只要是夾子可以夾住書都很方便 是不是啊 夾住書真的是很棒 是不是 如現在就一直把我的夾子拿去用 欸那不是我的嗎 那是我的 那是送我嗎 沒有 你不是說我喜歡拿去給我 沒有那是借你的 所以我喜歡妳要給我的嗎 我可以借你啊 喔真的嗎 我借你的話 你那麼多也不願意給我一個 我借你的話你可以用很久欸 可是我你那麼多 你可以 不是我借你的話你可以選擇欸 就是有時候你心情想要用其他顏色可以用其他顏色 等一下我都沒有買過任何一個嗎 沒有 都是我買的 怎麼可能 都是我買的 你確定 好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是本子 喔這好漂亮 這個是咖啡豆 好 這個可能比剛剛我買的那一本才要實用欸 然後後面是這樣 這樣子 非常的高級的感覺 裡面的那一頁是這樣 點點點嗎 它是點點的那一頁 我覺得很漂亮啦 這個也是那邊限定才有賣的本子 所以就是一定要買這樣 好 好 再來是這個 這個就是星巴克幫我包好的 那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的東西 可是它有那個包 你看這個 好漂亮喔 跟企業那邊的那個禮物包的話都差很多 可是它還是很美啦 因為它的這個包裝紙也是蠻美的 好的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欸我其實蠻蠻多東西的欸 喔很多欸 你賣很多東西 再來就是吊牌 喔OK 經典 對這個是星巴克的標誌的樣子 然後只要有這個標誌就代表說這個是旗艦店這樣 然後全世界好像才六家吧 嗯 然後東京有一家 後面是它的名字這樣 可愛 這個超可愛的你沒有嗎 喔這個旗艦店有嗎 對啊 就譬如說我們家樓下的星巴克就沒有 沒有 旗艦店它好像有一些標準欸 就是它要有那個窩鬥極致鬥過程這樣子 喔喔喔喔 它就有點像展示這樣 然後這個很可愛 這個是那個櫻花 上面也是有旗艦店的那個標誌 然後聽說櫻花季的時候 那一家旗艦店就會擠爆 然後就是要排隊大概三個小時才可以進去 那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在櫻花季的時候去 但是有櫻花的東西所以還是特別帶回來了 然後它是有點粉粉的有沒有 很好看欸 拆開來給大家看好了 吸不吸很美 粉粉的 像櫻花一樣的顏色 然後它後面是一個長長的吊繩 好 ok 如這些我買的時候它都不在旁邊 所以它沒辦法阻止我 我孤獨的一個人坐在樓上 然後還有一家人就是一直在我旁邊站很久 想要我讓位子給他們 就是我就是當夏威特一下去以後 就有一家人 四個人 對 就在我旁邊一直站著然後一直看著我 他就想要我們的位子 他就想要我的位子 因為他以為我就一個人 對 然後他就一直看著 就這樣看了半個小時 然後那家人還跟店員說 可不可以請這個人走開 然後店員就很不好意思說 我們又幫他請他們走開喔 對因為其實店裡還有很多位子 而且那個不是尖峰時段 其實他可以去找其他位子 然後我就很可能 好謝謝露露 然後這個也是我買的一個小吊飾 然後這個是杯子的造型 然後我就不大改給大家看了 後面一樣是有吊繩 好 然後再來是貼紙 貼紙真的也是超美的 給大家看 他這貼紙超大張的 這個 這個很漂亮 對阿 這個你是不是可以貼一個杯子上 可是他不會防水 對他不是防水的 然後這個是那個咖啡豆 喔這個好美 對阿很好看 他每天都超美 對阿 結果發現那個燙金是重點這樣 然後這個是Coffee Journey 然後再來是這個黑黑的 非常有那種星巴克風格的 這個黑黑的標誌 然後這個也是咖啡 好像是跟咖啡有關的一些小貼紙 然後這個就是那家店的一些標誌 呃橋阿跟那個店家這樣 然後這個是咖啡的杯子 每個都超漂亮耶 對啊 是不是 然後這個很可愛 這個也是咖啡豆 這果然就是一定是TN才做得出來 這不可能是星巴克自己做 星巴克可能做不出來是不是 我就覺得星巴克真的要多跟別人合作 他的產品我其實都 可是我覺得是台灣星巴克耶 我看其他國家星巴克都很漂亮 然後很多 你不可以批評台灣星巴克 不是很多人都代購其他國家的星巴克杯子 那是因為台灣買不到嗎 全世界都買不到的 好 然後護照尺寸的本子我買這兩個 呃我覺得非常好看 現在看哪一個呢 右邊那個好看嗎 那一個 右邊那個好看嗎 你的右邊是我的那邊 我的右邊是你的左邊 這邊 這一個 你覺得這個不好看嗎 這個很帥耶 這個很暗啊 是很暗沒錯 可是它一樣是抗金 還是我不懂 你看你看 是不是這樣子反光 好看好看的 真的很好看啊 不好看嗎 然後它裡面的特別 它是這種 顏色的那一頁 然後裡面是可以放一些 就是小插頁的 喔它是這樣子 對 然後裡面是這樣子 那是在你收集什麼用的 這個好像是收集咖啡的資料 標籤嗎 嗯 不是有些人會給人家標籤紙撕下來嗎 對啊就是 飲料的啊咖啡的啊 對啊之類的 但是我記得它好像是有個作用 我忘記了 但是好像是 跟咖啡有關了 反正它就是一個可以收納的地方 那你要放什麼 就是小貼紙啊 或是我們的照片啊這樣 我們照片有那麼小 有啊 有現在你的照片 就是可大可小啊 你可以把它 喔所以你要把它印很小 然後放在裡面嗎 對啊 然後這本就那麼不見了 為什麼要那麼不見 這麼小一定會不見了 不會不見 很可愛 然後放在我抽屜裡就不會不見了 然後這一本是 咖啡 一樣是咖啡 有講跟沒講一樣 然後這個就是正常的本子啦 就是這樣 然後後面是藍色的 然後打開 這樣 OK 空白內液 好 嗯 非常實用的類型 好 好 基本上我買的部分就到這裡了 然後魯魯也有買 但是他已經把它用在他的東西上 然後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一下他的 行李箱 將將將將 欸 好可愛你看 他就這樣子跟大家打招呼 哈囉大家 這是免費的喔 這個是魯魯辦信用卡送的 非常值得有沒有 對啊 我們在此感謝玉山銀行送的 行李箱 大家要辦的話也還是可以 然後他因為 感覺是因為聯名 所以他整個行李箱材質非常好 非常好推 我們已經推他去澳門去日本 都非常的好推 可是材質好不好都不知道了 因為我們可以用兩次 總之還行吧 我覺得 好像很好推很好拉 跟我的那個就相比就好很多 那你就不可以這樣講 好 然後魯魯買了一些行李貼紙 像這個 然後這個是防水的 是是是 它是防水的 然後就把它貼在這裡 感覺很搭欸 因為這個是藍色 然後這也是藍色 對 然後它很專業 對啊 很專業 然後這個包已經見過市面 對對對 它是一個很久以前的包 因為PenM已經不在了 對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超帥的這個 這也是PenM 對這個這個 這還有那種就是你知道 超音波圖嗎 還是什麼圖你知道 就是你知道飛機要偵測的時候 對對對 然後還有哪個還有一個 另外一邊 這個 這個是 這個超帥的 一碎瓶你要小心 不要給我亂丟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啊 如果我是那個拖運行李的人 我看到這個我會生氣 你就更丟 我就會更丟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就是 我就想要丟 因為你就是碎碎 你 不能這樣講好了 就是它全部都大寫 會讓我覺得很激怒我 就是怎麼樣 你知道你是怎麼樣的東西 我就丟更大力 對對對 好啦 這是我個人的 加分的 不好的行為這樣 總之我覺得很好看 害我 就是魯魯貼完之後 害我很想要回去買這些心理箱貼物 可是我有給他 我有給你這個 對 你有給我這個啦 但是因為它就只有一個 它這個是一個貼紙包 然後裡面有很多個 對 然後就是它貼完了一個 還有很多可以用 覺得好像可以以後往這個方面去買耶 就是心理箱貼這樣 那你要常常用啊 你之後會用嗎 就是 你應該很長時間不會用心理箱 喔對啊 好的 好 跟我們胸等胸 先禮箱再講 那兔兔被擋住 兔兔沒有辦法啦 這樣子好不好 好 以上這些 就是我們這一次在東京TN的店 買的戰利品 然後真的好像比上次在京都買還要多很多 不過都是小東西小東西 希望大家也跟我們分享 你如果去TN店會買什麼樣的商品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不要在星巴克碰到嘰嘰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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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 希望大家會喜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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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